嗨,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来到正念破解职场压力 迈向职场达人 有关于正念实作练习的部分 那在实作练习刚开始之前呢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跟做法 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呢 其实就是在华人正念减压中心里面的场地 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里 而不是到另外一个摄影棚呢 因为在这里我们有好多朋友 完成了正念的训练课程 对他们的身跟心都有很大的改变 也因为在这里我们是进到真实的生活 我们没有要做出一个另外的样子 给各位观看或给各位练习 我们想要呈现的就是我们一般真实的样貌 当我们在上正念课程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这个空间上课 于是呢很快的你就会发觉到 在这个练习的空间里头呢 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些时候也许你会听到外面马路的声音 或者是消防车的声音 关门的声音 开门的声音 讲话的声音 那这些日常生活中都会有的声音 对吧 所以我们在做正念练习的时候啊 我们其实没有要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 我们让这所有的练习都是镶嵌在日常生活里面 于是呢 它就更能够有效的被运用 那同时呢 这样的练习呢 我们也不会加上配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要去营造任何特殊的氛围 我们希望让正念的练习 能够成功地融入你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 在练习的过程里头 我会陪您在一起 你会听到的主要的就是我的声音 接下来的练习也许看起来很简单 但它实际上是非常有利的 让我们更贴近自己 然后也更知道怎么去面对 承接生活中的工作上的各种压力 我们会需要准备几个东西 我会鼓励如果可以的话 帮自己准备个瑜伽垫 厚度不要低于0.6公分 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那在我手上有一个坐垫 可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 或者平常家里的抱枕 任何让你觉得舒服的 可以帮助你坐起来比较安稳的都可以 那如果其实你已经很习惯 本来就很习惯 不需要任何坐垫的话 那也OK 所以在这坐的过程里头呢 选择让自己觉得合一的方式 是重要的 坐在椅子或垫子上的时候啊 有些坐姿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这个坐姿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坐垫 我们在坐的时候啊 不要坐满 假设这是臀部的话 试着坐垫子前缘 1分之1到1分之1左右的位置就好 那当我们坐到满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脊椎是受力 更深的更重的 OK 所以就坐垫子前缘 1分之1左右 我来示范给大家看 我会鼓励你 不要只是看影片 你也跟着一起练习 因为接下来我要带你 亲自操作 然后来感受一下 怎么样的一个坐姿 对你是又好又安全又稳定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 那宁可稍微暂停一下 帮自己拿个坐垫 拿到第一手的亲身的体验 这是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 接下来要做动作的示范 当我们在坐的时候啊 就像刚刚讲的 坐垫子前面2分之1到3分之1左右的地方 对吧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部位呢 就是腰 后腰的地方 所以可以的话跟我一起坐 好我们让左手举出来 然后呢 让左手的手掌心贴在后腰 后腰的腰椎骨上面 那么我们让这上半身慢慢的往下 很清楚的感觉到 左手手掌心底下腰椎微幅的弯曲 做弯曲应该可以感受到对吧 自然的呼吸不憋气 慢慢的让上半身起来 注意力持续的放在手掌心底下 腰椎的变化 有感觉到吗 腰椎打直了 打直就好 不要过挺 像这样 打直 这样子就是过挺 很多静坐的相片都挺成那个样子 那其实是 好 手回来 这里就叫做腰椎 那肩松是另外一个重点 肩怎么放松呢 非常简单 跟我一起坐哦 这个都不是用概念知道的 你一起坐你才会知道那个感受 那往后的练习对你就会轻松很多 OK来 肩膀松起来 尽量松 松到可以的最高 然后观察我们再憋气 不要憋气哦 好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们一起把肩膀放下来 一 二 三 嘿 有没有感觉到整个肩膀松下来 再来一次哦 来肩膀怂起来 尽量怂 从到可以的最高 但是不憋气 好我数到三 我们让肩膀向自由落体般的落下 一 二 三 嘿 有感觉到吗 这就是腰直 肩松 那接下来手跟脚要放哪儿呢 脚 我会比较建议用散盘的方式 所谓的散盘就是没有任何一只脚被压着 大家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画面中我的脚丫子没有被压着 对吧 那这个就是散盘 OK 那如果你已经很习惯做单盘的 这就是一只脚丫子 比如说我的左脚就被右脚压着 对吧 那也很OK 那如果你很习惯做双盘的 那当然也非常OK 所以依照你自己的习惯 那如果你这两个都不习惯的话 我们就把它放下来 就变成散盘的姿势就好 重点是不要太紧绷啦 然后手 手要放哪里呢 我不建议就是手悬空 悬空一定会累 对手不要悬空 手放下来 让手有个安稳的地方放着 不论是在膝盖上脚丫子上都可以 不用太在意手摆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对重点是哪里 从肩膀手臂到手掌 不需要用力 整个是放松下垂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手脚不用力 它不用力 但是它能够维持稳定 那还有哪里呢 脖子跟头 好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里头呢 不需要往上扬 也不需要特别的往下低 就让头自然的 那特别觉察一下 脖子跟这个躯干的角度 以及脖子跟头的角度 那我们小心不要有这个姿势出现 就是头往前勾 因为我们电脑用很多 常常会有这个姿势而不自觉 然后也不要往后一样 就很清楚的感觉到 从头脖子到胸椎 这整条放松垂直的线 所以在这过程里头呢 要注意头不要往下坠 就是不要掉下来 还记得那么多重点吗 其实很简单 来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腰直 尖松 手脚 不用力 头 不往下坠 这就是 最舒服 自在 稳定 有放松的坐姿 那实际上这样的坐姿 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好用 所以接下来 我要帮大家示范 用椅子坐会长什么样子 在工作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都是坐椅子 对吧 所以椅子的练习 也是还蛮重要的 当我们在坐的时候呢 看一下今天的能量 如果今天的能量是比较OK的 就会建议用自己的身体的力量 撑起整个身体 那如果今天的能量很累 那么怎么做呢 就往后 往后 让整个后背 能够被椅背承接着 所以这椅背舒服 符合人体工学是重要的 所以假设能量比较不足的时候 就会建议不要硬撑 然后坐着这样的练习 也是很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一下姿势 首先呢 那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小腿跟地板 呈90度 然后小腿跟大腿也呈90度 如果我们腿比较短的怎么办呢 就把垫子拿来用 垫子拿来用 然后帮助自己可以有90度角 约莫90度角 然后在这个做的过程里头啊 双腿不需要紧绷 双腿打开 差不多与肩同宽 大腿跟躯干也差不多呈90度 双手放在任何你觉得舒服的地方 不论是在大腿上 或者是在靠近熟悉的地方都行 所以原则不变 就是腰直 肩松 手脚不用力 头不往下坠 头稳稳的 直视前方 然后可以眼睛闭上 贴紧呢 一样是维持刚刚的坐姿有发现到吗 这样OK 那在这练习的过程里头啊 你会常常听到我说 我们把眼镜拿下来 然后啊 你会发觉到 我没有拿下来 因为我还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时间 控制时间 所以当我们在这样把眼镜拿下来的时候 我会鼓励你把它拿下来 因为好好的享受 脸上没有任何负担的感觉 在这课程里头 我们分成两部分 对吧 我们有讲解的部分 有练习的部分 那要一个小小的提醒 请千万不要把实做的部分 当成讲解来上 也就是千万不要是 只是把它放下去play 然后你没有跟着做 有些时候我没有跟着做 我听着听着我也懂了 哦 抱歉 这不是正念练习 学习的正确的方法 因为正念练习 学习正确的方法 是要下去实做的 所以有关实做的部分 会邀请您 真的让自己准备好 让这十几分钟 跟自己约会一下 跟着我的带领 我会跟大家一起练习 可以多做几次 不要只做一次哦 只做一次太可惜了 因为这正念练习啊 永远不嫌多的 我们做得多的时候 对我自己的改变跟帮助 就会更多 所以练习的更多 帮助就更多 那何不多多练习呢 那在练习的过程中啊 有些时候我们不免会产生一些疑惑 或者是评价 或者是这个到底在干嘛 那这些想法或者这些困惑 其实都是蛮正常的 会邀请在荧幕前面的你 我们可以知道说 哦我有这些困惑 那我先放着 放着跟这些困惑同在 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练习 然后持续的透过练习 很有可能原来的困惑 会自己慢慢找到答案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正念练习 还蛮重要的部分 就好像这样子哦 有点我发觉到困惑了 有插入了 啊好那我知道了 那记得再回来 跟着这样子的影片继续练习 那你就慢慢的 有不同的发现跟看到 然后甚至于可以自己帮自己解答 那大家了解了 应该注意的事项之后 我们就开始练习了哦